好在课本里面他就有讲我们的这一个1MV 是等于1.6×13Q 这个是怎样来的呢 首先我们在第三课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V等于1Q 我把这个乘上去的时候 我就有E等于VQ E等于QV OK E等于Q乘以V 然后我的Q呢 现在你就想象我有两个plate 然后这边是减这边是加 他们这个是0V 这边是1V 它相差1V 所以我一个E过来的时候 它所需要的Energy呢 它就是 它的Q是1.6×13Q-19Column 然后再乘以它的V呢 是1Jol Per Column 所以越越 所以它就可以变成1EV呢 是1.6×13Q-19Jol 所以我的1MV呢 其实就是Mega 我们知道Mega是1×13Q-16 然后再乘1.6×13Q-19 减19加6减13 所以它就是1.6×13Q-19Jol 所以它就是1.6×13Q-19Jol 所以在这边我们Wikipedia呢 我们也可以找到就是说 它的这一个EEV 是1.6×13Q-19Jol OK 然后它也是从这个E等于QB 这样的一个formular 拿到了 OK 好